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一场意外导致伤了眼睛 无法继续邦衙们破案 白老汉有个儿子名叫白玉堂 他有心将一身本领传给儿子 偏偏白玉堂是好动的主儿 喜欢抓差办案 还被着父亲报名当捕快 今儿子指望不上 白老汉打算受一个土地 没几天 便有三五十号人登门拜访白老汉 可当他们看到尸体时 又都吓跑了 白老汉并非傻子 看出这些人目的不纯 毕竟武作传的多且受人尊敬 白老汉只想找喜爱这行当的人 可又有几人愿意整日和尸体为伴呢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事情迎来了转机 这天 一约末十七八岁的少女找上门 一见白老汉便扑通跪道 恳切道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白老汉被少女搞得晕头转向 问道 谁是你师父 少女自称窦媒竹 特为拜师而来 希望白老汉务必收下他 一听这话 白老汉十分不愿 心想一小丫头当武作成何体统 再说他小小年纪能懂什么呢 似乎看出白老汉的想法 窦媒竹当即掏出一张人体图画 只见上面不论骨骼 内脏均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还表示 此图是自己五岁时所画 白老汉难掩内心激动 问了窦媒竹三个极其刁钻的问题 他都对答如流 白老汉按道三生庙 当即收窦媒竹为徒 从那往后 窦媒竹便在百家潜心学习 他天赋一柄一点就通 深得白老汉喜欢 虽将一身验尸本领青囊相授 短短三个月 窦媒竹就能独立验尸 手法连白老汉都自愧不如 不久 白老汉就推荐他去衙门 成了真正的女武作 窦媒竹当上武作后 白玉堂比白老汉还高兴 原来 自打二人第一次见面 他就对这容貌绝美 气质清冷的姑娘一见钟情 现在二人共事增加相处机会 他能不开心吗 可惜白玉堂错打了算盘 窦媒竹除了验尸 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好像唯有尸体才能让他开心 白老汉也三番五次嘱咐儿子 窦媒竹非寻常女子 不太适合娶回家 可他偏偏不信邪 相信总有一天能报的美人归 随豆媒竹名气愈发增大 方圆百里内 好几个县衙都差人请他验尸 当然 白玉堂也不甘示弱 他是个神捕二人株连并合 几乎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这日 临着邀请二人前去破获一起谋杀案 二人晌午到达 不到天黑就把案子破了 县令大喜 想留二人住一晚也好庆贺庆贺 哪知被窦媒竹直接拒绝了 县令哭笑不得 只好放二人离开 二人刚走半个时辰 天空便阴沉下来 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 窦媒竹寻视一圈指着一触道 那边有村子 我们进去避雨吧 白玉堂有一片刻点点头 心想这么远 他是如何发现有村子的呢 等跑进村 就见一容貌慈祥的老者 正穿着缩衣 站在雨中 他招呼二人道 你俩来这儿避雨吗 快随我回家吧 都没煮没迟疑 拉着白玉堂来到老者家 老者贴心地熬了一锅姜汤 给二人驱寒 白玉堂端着碗 问道 老人家 您好像知道我俩要来一样 老者一愣 笑道 小伙子 你可莫冤枉老朽啊 老者自称姓许 乃是村中宝长 每逢下雨天都要四处查探 走到村口碰巧见二人进村 这才行得方便 一听这话 白玉堂没再迟疑 喝下姜汤不久便睡了 睡梦中 白玉堂梦见有个大约十三四岁的男孩 正背对着他 下一秒男孩突然转身 只见他手捧着心肝脾肺肾 一样一样装进已滑开的胸膛 鬼笑道 看见没 这才叫咽湿 白玉堂吓得妈呀一声惊醒 浑身已被汗水浸湿 眼看天已蒙蒙亮 白玉堂打算叫醒窦梅竹离开 哪知 敲了好几下门都没人来应 情急之下 白玉堂一脚踹开门 可眼前场景差点让他吐出来 就见窦梅竹四仰八叉倒在地上 胸前被划开条长口子 里面的内脏被摘得一干二净 白玉堂冲过去抱住他的尸体放声痛哭 这时宝掌文声赶来 也被眼前场景吓得魂飞魄散 撒鸭子找来村中五位长老 商量该如何是好 奇怪的是五位长老一见窦梅竹尸体 街下的惨叫连连 其中一个还胡乱道 别来找我 别开找我呀 这时 大长老指着旁边俩长老 呵斥到 你俩愣着干嘛 还不带下去 白玉堂注意到 大长老虎口游老简 一看便知试炼家子 大长老转过头 面容和善道 小伙子 你放心 我们绝不会坐实不理 定会还你同伴一个公道 白玉堂道 眼下死了人 总得报官吧 大长老面色一变 表示村中大小事情 全权交由村内不管 与朝廷无关 一听这话 白玉堂心想看来得自己调查了 整个白天 白玉堂都在村中走访 得到许多线索 原来大长老才是村中当家人 此人一年前来到这儿 不知怎么坐上大长老的位置 碍于他给村子谋了无数福利 村民也不敢说什么 白玉堂又问 近一年村子可有不寻常地方吗 一个村民回忆 除了小乞丐失踪事件 其余就没有了 听到这儿 白玉堂突然想起晚上的梦 问道 失踪小乞丐年纪是在十三四吗 村民夸赞道 你猜得不错 小乞丐失踪后 他父亲也失踪了 到现在也没找到 白玉堂下意识认为 此时跟乞丐父亲脱不了关系 调查结束后 白玉堂回到保长家休息 哪知次日 保长也被人掏空内脏死在房中 大长老带着一帮人赶来 指着白玉堂道 给我抓住杀人凶手 说吧 几个壮汉将白玉堂死死围住 白玉堂见识不妙 打鱼以壮汉夺门而逃 壮汉从后紧追不舍 一行人跑到后山 白玉堂钻进片灌木丛中 大汉边叫嚣边地毯时搜索 眼看快要被发现时 白玉堂觉得脚好像被人拽住 一下掉进个地道中 抬眼一看吓个半死 就见拽他这男人披头散发 浑身恶臭 样子极为甚人 男人率先开口道 年轻人莫怕 我若想爱你 也就不会救你了 白玉堂思来想去 道 你是小乞丐的父亲 男人点头道 不错 白玉堂面色骤变 阴冷道 梅主死的前一晚 我便梦见了小乞丐 莫非真是他杀的人 乞丐道 不错 怪就怪那女人就有自取啊 谁让他厌恶而得活尸 白玉堂一头雾水 问究竟怎么回事 乞丐悠悠道 一切都要从大长老来村说起 乞丐父子因无钱买房 一直住在村口附近的简易帐篷中 自从大长老来后 半一遍会传来人的走动声 父子本不愿管闲事 架不住小乞丐好奇 三个月他偷偷跟过去看 回来后下得六神无主 原是 大长老带一群人走进保长家地窖 一小男孩被牢牢绑在案板上 豆梅主拿刀活扑小男孩 并取出内脏 小乞丐一不留神 尖叫出声 后来他虽暂时逃回来 可终究没躲大长老的追捕 被残忍杀害 乞丐伤心欲绝 可他没能力报仇 只得藏于山上苟活 哪成想几日前 小乞丐活着出现乞丐面前 不过小乞丐十分奇怪 浑身冰冷且没有内脏 他告诉乞丐自己已变成一具活尸 身体被无数道被大长老等人 残害孩童的怨念之称 他们只有一个心愿便是杀光这些人 后来小乞丐变成另外一小男孩 故意被大长老抓住 那碗豆梅主就是为解剖他而来 哪知 剖尸过程中 豆梅主发现南海没内脏 吓得冷汗直流 没等他喊人 就被掏空内脏而死 次日南海又杀掉保长 大长老一时慌了手脚 以为白玉堂是凶手 这才命人抓他 得知实情 白玉堂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 那晚我总觉得保长特意等我们 还有那大长老 虎口由老简一看就简单 那么眼下你儿子在哪里 乞丐道 他躲在暗处 准备杀掉所有人 白玉堂咬牙道 我不知道豆梅主为何要这么做 但这组织一日不倒毁 便会有孩子受害 我身为捕头定要破了此案 乞丐点头道 也好 那我传信给儿子 暂时别下手 随后 在乞丐帮助下他讨出村 事后 白玉堂带几十号人又一次来到村子 顺利找到保长家 护士的地窖 并顺利将大长老等人抓捕归案 经过严刑拷打 大长老交代所有事情 他乃一富贵人家的管家 不过 这户人家做的买卖十分特别 专门抓十几岁孩子 摘下其内脏卖给有头有脸的人 据说吃了能言年益寿 未以人耳目 一年前管家躲进古村 忽悠保长和长老跟着一起干 为了钱 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半年前 上一个解剖尸体的人无故去世了 大长老便找到窦梅竹 窦梅竹天生爱尸体 更想尝试剖活人的滋味便答应下来 哪成想 随之人越杀越多 报应隐随之而来 此案虽然告破 事情远远没结束 大长老等人 以及吃过内脏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死 直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全部死去 这才告一段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